先说甘肃华池县县长豪华坐驾违法停车 交警铁罚单却遭保安的围殴 这件事情曝光之后 华池县县长张万福说自己的车在修 所以违章的车是借来的 并且握着背打交警陈雷的手说 这个事发时我和司机都没有在现场 但是车是政府借来的 所以我代表县政府向你表达歉意 这一般领导握着别人的手 说出语重心长的话都值得宣传 所以咱把这句话定格 来做一个小学语文课的语法分析 前半句完全是废话 我和司机都没有在现场 你车都停了 你和司机怎么可能在现场 你当你是车模吗 后半句 车是政府借来的 我们知道县处级单位 公车是不分配到人的 你有什么资格说你的车是正在修呢 难不成是整个政府大院的车都去修了 才沦落到政府找企业借车的田地吗 再退一步说 你要借车 干嘛非得借豪车呢 怎么不借辆桑塔纳开一开呢 我发现即使是绞尽脑汁 轻囊而出 做出来的危机公关行为艺术 也是漏洞百出 县长真的回补习班学习学习了 长江商报提的问题 等待县太爷来回答 政府用车为什么向企业借 企业为什么会把车借给政府 县长和这家企业又有什么关系 我拼命的搜索资料 发现借车被曝光的事情倒不多 只是发现前一阵在内蒙古出现过一个借车门 一个贫困县的女检察长借用企业车辆被网友曝光了 想想也是 借车如借钱 尤其是八小时工作之外 企业的豪车在为官员的私事马不停蹄的奔忙 一般人又怎么会在意呢 心惊爆的态度非常鲜明 他说政府官员向企业租借豪车 混淆了官商之间的界限 有违公权力的中立原则 也异于产生权力寻租 对此做法应当严格禁止 官员借车的原因很好理解 公车配备规定越来越严了 我翻阅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 负部级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配专车 而且车的价格和排气量都有明确的规定 办法不允许配专车 但是配专车却有办法 而且这种借车和偷情差不多 两情相悦 不仅可以让官员爽了 企业也不吃亏 对于这种隐形的车轮腐败 华上报说 公众有可能从预算表上看不到公车采购 公车运营等费用的增加 但其实是存在的 因为公权力借车租车产生的费用可能隐藏在预算表的其他项目当中 甚至借车租车不用财政来买单 而是通过某些见不得光的地方与方式与企业进行交易 回馈企业 所以该修理的车赶紧修 该修理的人也得赶紧修 可别耽误事